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洪凯目前就读新加坡理工大学系统工程系三年级 对他来说 滑直排轮不仅仅是一种爱好 他也曾作为兼职教练 教授直排轮技巧 从胡斌一开始 他就通过兼职工作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比如说教滑轮 比如说教不同的课程 有时候我会去跟我学校做一点工作 比如说做research之类的在我学校 所以 可是现在我是在做intern也是 五到十年内我也想可能有VTO 可能有结婚之类的 可是目前还没有一个target 要花费要称多少钱 就像学习直排轮时 需要设定学习目标 并不断摸索练习一样 理财规划师林美琴就认为 年轻人趁早设定储蓄目标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有助于他们保持专注和自律 并在选择储蓄和投资产品时 更好地根据所需做出评估 虽然年轻人他们积蓄可能比较少 可是他们有的优势就是时间 所以必须利用这个优势 利用时间和复利的力量帮他们累积数目 因为年轻开始 当然倍增的时间就越多 我们就能用这个时间让金钱翻倍 规划师建议 投资时掌握简单的72法则 就能很快算出投入资金翻倍大约所需的时间 然后我们简单地来说呢 就是用这个数字72除以我们的年利率 这个答案呢 就是我们一笔资金投资后加一倍的那个时间 打个比方 如果我们的年利率是4% 72除以4就等于18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5000元来投资在年利率4%的产品 之后呢 我们需要18年这5000元才会膨胀变成1万 那同样的方程式也可以计算出 如果要在20年内把资本翻一倍 需要投资在年回报率多少的金融产品上 答案是用72除以20年等于3.6%的年回报率 如果要在10年内把资本翻一倍 就需要投资在年回报率 高达7.2%的金融产品上 可见年回报率越低就需要更多时间把资金翻一倍 年回报率越高 所需的时间就相应减少 疫情来袭让洪海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 疫情期间洪海从网上和有理财经验的朋友那里学习理财知识 并学会记录和审视自己的开销分配好收入所得 目前他把每月的收入一部分存入银行 还有5%到10%投入网上理财平台进行小额投资 理财规划师观察到随着网上理财平台的多样化 理财产品的选择也层出不穷 市场上也兴起网上购买理财产品的趋势 不过专家建议在享受网络交易带来的便利时 投资者也需要关注潜在风险 投资者要对自己的决定付出这个责任 然后普通的人跟专业人士的观点 在考量一个投资产品是否适合的时候 他的考量的因素可能会不一样 随着市场的变动 有些投资者可能会在心情方面有一些波动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以下可能会紧张 做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投资决定 一个平台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帮助一个投资者 有咨询或者上网读一些不同的人的看法 对这个平台的看法 读可是可能你读得不够了解 还是有些方面你没有看透 他的真正的原因是可能他说这8%是投资这个地方的 可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完全的跟我们说 他的不同的公司的名字 所以也是有一点不大了解 有些地方风险比较高 所以在投资之前 洪凯或是其他投资者都要充分了解 所要投资的金融产品 然后衡量自己能够和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对洪凯来说年轻就是本钱 投资期限越长 风险承受能力越强 其实理财致富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百米冲刺 比的是耐力 而不是爆发力 我建议年轻人了解一下 这个平均成本法的概念 然后利用这个概念来达到 平均成本较低的一个目标 年轻人必须定期一个固定的金额 进入市场去做投资 不管市场投资产品的价格是高或是低 他们就有纪律性的 以同样的这笔资金 进入市场去购买投资 长期而言这样一个做法 他们的平均成本就会降低 投资不是追求一时的最大获利 而是稳健的长期收益 并定时检视投资表现 适时做出调整 这样鸿凯才能朝他的人生目标 继续埋进 好 今天的市值有约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